幾天前 臺北市有名年輕女子 因為心臟不適搭救護車送醫 但她說在送醫的過程當中 疑似被救護人員襲胸跟下體 借得她要告上法院 雖然救護人員是矢口否認 但現在已經被暫停了救護職務 要靜候調查 來 把你的手借給我 救護人員在送救醫病患時 在救護車上會先進行血壓 血氧量等測量動作 不過一名20歲的女子出面指控 這個月18號 她因為心臟不舒服搭救護車送醫 有人坐在前座 但躺在後座單架上的她 卻遭救護隊員洗胸摸下體 救護的空間並不大 然後她後座因為空間很小 基本上應該不會有很大量的碰觸 我們同仁目前是否認有 有這些涉案的情形 她說她並沒有這個動作 遭點名的救護隊員任職於台北市山載後分隊 已經服務了16年 儘管她時口否認有伸出賢租手行為 但北市消防局已經先暫停該員的救護任務 將案件交由檢調來偵辦 暫時將涉案的同仁先調理救護的相關情務 消防局說救護車的後座沒有安全帶 加上考慮病患隱私也沒有裝設錄影設備 但經過這一次的事件之後 會向相關單位來爭取 避免在高速送病患時發生誤會以及意外 民視新聞 莊順發 林秉舟 台北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